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3号发布声明称 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12号在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当中丧生 这是十几年来该机构工作人员首次在约旦河西岸死亡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声明中称 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法拉难民营 遇害员工在该难民营担任环卫工人 事发时 他在自家屋顶上被狙击手开枪打死 声明称 当前约旦河西岸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突 让当地社区处于风险当中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还称 自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该机构已有至少220名工作人员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纳达夫·肖沙尼13号晚称 在对法拉难民营的一次行动中 发现一名恐怖分子正向乙军投掷爆炸物 乙军随即开枪将其打死 后来发现死者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人员 不过来发现死者是近东西的一条件事